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颗金钗石壶护华了 很多人呢,也说这个是春石壶或者秋石壶 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是 这边是夏天了 今天可能有九十几度了,很热 然后呢,它是这个时候开花的 然后呢,它 我另外一颗呢,就是有1月1号开花 它现在也开花了,等会再跟大家介绍 这一颗呢,我一直都放在室外的 冬天的温度呢,是最高的温度呢 到了零下的0.5度 因为我故意做了一个实验 兰花太多了,思念放不下去 然后呢,最高温度呢,现在是九十几度 我一般呢,是放在那种 呃,空呢,就是角落的 没有阳光值,呃,早上的阳光有点折晒而已 中午呢,是一点阳光都晒不到的 还算可以,它长得还挺好的 这是我去,应该是七年吧 七年的年初买的 有香味,它这个香味呢,其实还是真的挺好闻的 我挺喜欢的 这个金采石壶呢,对于新手来说呢,真的很好 很好种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就是说水培啊,淘利拌水培啊 或者是那种传统的种植方法 都是很好种的 而且对温度的要求啊,也没有那么高 相对于其他兰花来说,它真的是非常好种 而且它这一次,你看,开了很多很多 这边还有的是没开的,这个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很漂亮 然后呢,这一颗是有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没有 或者花生一朵是没有那个... 这个的 这个 等于是花蕾嘛 这边也很多 我没有什么控水啊,或者什么 一切都是放在... 都是放在室外的 没有什么说一定要控水啊,什么 还是算挺好种的 我准备给它大量的种植 至少种过几盆吧,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烤 而且香味真的很好闻 还有这一颗是... 今年的1月1号才开花而已 现在是5月底 它也...又开了一朵花 它那个香味也很好闻 而且它的生命力真的很强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它即使是开花这边它都有根长出来 很多很多的小苗 这个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那个味道真的非常好闻 这一颗呢,我是有给它放在室内的 一直放在室内的 刚才呢,这一颗呢,我才是一直都放在室外的 现在在加州温度已经很高了 所以呢,我一般都会给它放在阴阳处 我把这一颗呢,正在盛开的金菜食物拿上来了 因为现在呢,我们这边的天气 我看了一下,99度 华氏99度 太高了 所以呢,你看它这个有一般的叶子 这个其实才刚打开 它都已经这样子了 我怕它... 一下子温度太热了 它会凋谢的 所以我给它搬到室内来 因为它确实还是很漂亮的 我这个放在我这个... 这边... 离窗户是很近的地方 把它搬进来吧 整个... 屋里面那个香味啊 因为现在可能温度到很好闻 确实是很漂亮 所以呢,也跟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说,温度超过差不多90度 华氏90度的话 就要拿到室内了 特别是在开花的时候 如果没开花的时候 可能比较无所谓 然后开花的时候 一定要拿到室内来一下 然后它突然间又开了好多好... 因为温度一高 我开了好多好多花 所以呢,我想给它拿到室内来 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